他刚打算和新男友回家 一个陌生老头却突然将男友推下站台 事后老头不但没有进监狱 反而受到警方的表扬 而他能被嘉奖的原因 居然只是因为两个女人 原来两天前 警方突然接到报警 一名十岁的女孩被捅了四十多刀 和他妈妈一起死在自家卧室里 经过初步检查 发现两人都是被凶手性侵后 用胶带封住口鼻窒息而亡 奇怪的是 房间的门锁并没有被破坏的痕迹 这说明死者一定认识凶手 同时凶手还十分仔细地清理了现场 这更说明凶手是个老手 可警方发现 盖布瑞拉一直单身 在这里没有任何朋友和家人 那要从何查起呢 金发姐突然在室内的桌子上 发现一封催款信 奇怪的地方在于 发信单位 居然是盖布瑞拉工作的律师事务所 老板居然找员工要钱 这就有点意思了 于是图图连忙赶往律所调查 可律所的老板却说 盖布瑞拉因为要养孩子 所以经常找公司借钱 到需要还钱时 对方却没钱还 这都是他的房东帮忙还掉一部分欠款 很明显他和房东关系不一般 当房东被带回警局审问时 他却大喊冤枉 据他所说 他和盖布瑞特确实发生过关系 后来对方傍上了一个名叫威廉的大款 就不再理他了 当警察找上门时 威廉十分爽快地 承认了和盖布瑞拉的恋情 却否定对方用过他的钱 可当埃瑞特想要带他回警局时 却被对方直接拒绝 眼看威廉不配合 无法忍受的金发姐 对着旁边的广播喊道 惊慌失措的威廉才告诉他们 一周前 他带盖特瑞拉母女去野餐 一个老乞丐突然抱了一下女儿伊拉 可盖特瑞拉不但不阻止 反而让其他人不要伤害乞丐 说那是他的朋友 当时伊拉的朋友也在现场 于是在伊拉朋友的带领下 埃瑞特和金发姐终于找到老乞丐时 却发现他手上全是鲜血 睡觉的废纸箱里 贴满了性侵儿童的新闻简报 难道他就是凶手 老乞丐被带回警局审问 他却一句话都不说 当他看到伊拉尸体的照片时 眼看他有了反应 金发姐连忙追问 就在这时 法医这边有了新的线索 他发现封住母女两人的胶带边缘 有十分整齐的锯齿状痕迹 很显然是用了某种工具 同时他还发现 凶手在咬完小女孩后 居然还刻意割走了牙印 但能够恢复只是需要一点时间 而且妈妈应该和凶手进行过搏斗 因为她的指甲断了两根 于是老乞丐被送往医院检查 果然在手臂上发现了几道抓痕 看来他就是凶手了 可当金发姐问起抓痕来历时 老乞丐却说自己不记得了 这时旁边的医生告诉他 老乞丐患有阿兹海默症失忆了 那怎样才能定老乞丐的罪呢 就在这时 马奇突然查到了 盖布瑞拉的通话录音 发现死前 他正打算卖掉女儿的自行车 并在广告墙上张贴了出售广告 其中有个男人联系了他 并约好了上门看火 于是图图连忙赶往广告墙 发现自行车的广告已经被撕掉两张 而通过上面的指纹 警方找到了一个名叫布伦特的男人 他们发现这个男人13年前 就将一个15岁的女孩诱骗到公寓 性侵和折磨了十几个小时 还将女孩身上咬的全是哑印 但因为是出犯 加上受害者并没有出庭作证 所以只关了7年就放了出来 看来这个才是凶手 可就在几人想要去抓捕布伦特时 马奇突然发现了牢房里的老乞丐 马奇的叔叔名叫安德鲁 多年前也是一名警察 但现在因为患病 不但忘记了马奇 就连来这里的目的也被遗忘 与此同时 布伦特也被带回警局 但他却大呼视警方搞错了人 当警方告诉他 在那张自行车广告上面 查到了他的指纹 布伦特连忙解释 自己想买个二手跑步机 所以去过广告墙 可能不小心碰到的 眼看布伦特不愿承认 于是艾瑞特说起了13年前的性侵案 可布伦特却再次大呼冤枉 说当时发生关系是两人自怨的 女孩身上的那些伤痕不是虐待 是艾的印记 眼见对方如此无耻 艾瑞特当即提出对他进行身体检查 没想到布伦特丝毫不决 十分干脆地脱掉上衣 他身上居然没有任何伤口 反观老乞丐的手臂 抓痕却十分明显 好在老黄检查过后却告诉马奇 他叔叔手上的抓痕 是因为发病皮肤臊痒所致 并不是被其他人抓的 而布伦特身上虽然没有抓痕 却不代表他不是凶手 于是金发姐偷偷拿着布伦特 土掉的口香糖 进行了齿痕比对间谍 结果和伊拉身上凶手的齿痕完美匹配 看来他就是凶手无疑 当金发姐打算去逮捕布伦特时 安德鲁却十分清醒地来到警局 原来他吃了药后恢复了一些神志 原本他想过来感谢金发姐 没想到一个女人却出现在警局 点名要见金发姐 原来他就是13年前被布伦特侵犯的受害者 得知布伦特再次犯案被抓 他这次来的目的 是想要出庭作证指认布伦特 当年因为胆想没有出庭 导致那个恶魔只顿了七年便被放了出来 而这次他想要借助盖布瑞拉的案件 将他再次送进监狱 金发姐却十分遗憾地告诉他 他的案件已经过了追溯期 已经无法立案 没想到两人的对话 被旁边的安德鲁听见 他若有所思地看着女孩 仿佛下定了某个决心 于是第二天一早 便赶到了布伦特案件的庭审现场 本以为他会被直接送进监狱 没想到他的律师 却对法医用软件修复齿痕当作证据 提出了异议 是以他证据造假 没想到这激怒了台下的安德鲁 经过他这样一闹 最终导致布伦特被无罪释放 检察官却说 这和安德鲁大闹法庭的事情无关 而是法官被对方收买 直接否定了咬痕的证据 导致整个案件无法成立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在布伦特再次作案前 找到新的证据 否则警方无法动他 于是为了找到布伦特的破绽 跟踪监视 发现布伦特不断地看着窗户外面 好像在等什么人 就在这时 他接到安德鲁叔叔的电话 对方指责他 为什么要释放布伦特 他就是一个恶魔 不应该将其释放 应该直接枪毙他 青发姐连忙将这件事告诉了马奇 当他赶到自己公寓时 发现安德鲁叔叔已经不在家里 那他会去哪里呢 此时布伦特这边有了新的动静 艾瑞特突然发现 一个年轻的女孩进入了布伦特的公寓 看样子两人十分亲密 为了防止女孩被害 两人当即打算行动 突然看到安德鲁出现在现场 眼看他就要破坏计划 两人连忙冲过去 拉着他躲了起来 等布伦特和女孩一离开 两人便悄悄跟了上去 这一根就跟到了地铁站 此时地铁站人太多 两人根本不敢轻举妄动 而是悄悄摸到了布伦特的附近 眼看地铁即将进站 青发姐却惊恐地看到 安德鲁居然出现在他们面前 并直接将布伦特撞下站台 随后安德鲁因为病情复发 再次被送进医院 艾瑞特告诉他 只需要明天庭审时告诉法官 当时他是因为精神崩溃了 才把布伦特推下站台 就会被判无罪 并继续回到医院接受治疗 可安德鲁却说 他每天都被同一个男人性侵 哪怕是报警都没用 因为警方根本查不到任何线索 这天他再次被对方性侵后 连忙联系了自己办案民警 随后独自一人悄悄跟了上去 他想要找到这个变态的藏身地点 结果 等艾瑞特赶到地方时 这个叫伊丽莎白的女人 已经成为了一具尸体 根据现场的痕迹判断 凶手是一名白人男性 高一米八 而且是个十足的变态 因为当时伊丽莎白报案时 曾经告诉警方 这个凶手在每次办完事后 都会逼迫他尿在一个杯子里 然后带走 如果不做就划伤他的脸 心理医生老黄怀疑他有炼尿品 很可能这些尿液最后都被凶手喝掉了 看他每次作案如此熟练 他怀疑凶手不是出犯 可能还有其他受害者 很快他们就从大量的案卷中 找到了两个相符的案卷 两人找到了其中一名名叫吉娜的受害者 据吉娜描述 他被凶手用刀胁迫 灭带了整整48小时 最后凶手离开时 不但逼迫他尿在杯子里 甚至还帮他洗了个澡 并带走了他的尿液 看这个作案过程时同一个凶手无疑 这时金发姐询问 为什么没有及时报警 吉娜说他第一时间就报了警 但警察告诉他 一名强奸犯不会对同一个受害人下手两次 所以在第三次被对方强奸后 他便放弃了报警 因为感觉没有任何意义 很快那名警察所在的分局局长 被带到队长老白面前 面对询问 分局队长十分冤枉 当时之所以没有继续调查吉娜的案件 是因为有个很大的疑点 那就是在案发现场 窗户是被人从房间里面打破的 也就是说 吉娜是主动放凶手进了房间 就在这时 金发姐通过警局档案 居然找到了第四名受害者 而通过对这些受害者案卷对比发现 凶手每隔17天 就会犯案一次 其中有一名受害者 第一次报案是在5个月前 之后便再也没有报案记录 可按凶手的尿性 他对同一名受害者 不可能只进行一次伤害 最大的可能 就是受害者多次报案无果后 选择放弃报案 于是几人前往 这个名叫梅根的受害者家里调查 发现他已经有了4个月左右的身孕 而按凶手作案频率推断 这个孩子很可能就是凶手的 可梅根却对这一说法连忙否认 并宣称自己没有被连续强奸 可能是因为自己怀孕了 凶手对他失去了兴趣 可爱瑞特和金发姐却不信这一说法 两人想要获得更多线索 却被梅根的丈夫直接赶了出去 这恰好说明两人的猜测可能是正确的 这让金发姐想到一个注意 能够确定凶手的身份 那就是拿到梅根孩子的DNA进行底位 凶手手法如此娴熟 一定在警方留有案件 可老白却否定了这个方案 因为没有梅根的统议 谁也无法提取他的DNA 同时按照他们的分析 第三名受害者疾难 将会在十天后被再次抢奸 这让老黄敏锐地察觉 凶手是按这几名受害者的经期 来规划的犯罪时间 而这也做得二目的 就是想让受害者怀上他的孩子 之所以事后收集尿液 并不是用来喝 而是想要确定受害者的排冷气 同时经过警方的调查发现 这些受害者所住的房子 居然都归同一家中介公司所有 而公司的备用钥匙 能够轻易地进入这些受害者的家里 于是图图和马奇赶到公司调查 老板却说 整个公司最少有140人能拿到钥匙 当图图拿出所有受害者的房屋住址时 老板才告诉他们 这几套房子 都属于一个叫泰德的物业经理管理 可泰德却说以他的能力 并不需要强奸 愿意跟他睡觉的女人有无数 为了验证他的说法 埃列特让所有受害者看照片任人 可他们却都是摇头 看来凶手并不是他 最后没有办法 图图只好拿了他一根头发后 直接放他离开 现在案件再次回到原点 该如何找出凶手的信息呢 图图将139名物业经理的档案带了回来 打算一个一个的去进行排查 而埃列特却突然发现 现有的四名受害者中 只有吉娜还在被凶手继续侵犯 因为两天后就是他的排卵期 凶手一定会来找他 警方想将吉娜藏起来 换个人伪装成吉娜守住待徒 队长老白当即同意了这个方案 很快警方找到了一名和吉娜比较像的警员 伪装成吉娜住进了家里 其他人就守在附近等待着凶手出现 与此同时 在警局进行人员排查的马奇有了发现 他发现有一个叫卢克的人有重大嫌疑 因为他不但有微生物学的学位 还在一家医药公司工作过 加上他能拿到备用钥匙 足以对他发布搜查令了 随即得知消息的老白 对这个卢克发布了通缉令 却发现对方人已经消失了 而在他的公寓里 图图找到了大量排卵器测试剂 这时马奇发现客厅沙发 摆放得十分奇怪 于是过去查看 却在一道暗门后面发现了一张表格 里面将所有受害人的性命 排卵器强奸日期都详细地标了出来 而唯一让他们感到惊讶的 受害者远远不止他们知道的五个 就在他们想要搞清楚这些受害者时 正在吉娜附近监视的金发姐 有了发现 她看到扮演吉娜的女警回家时 有一名戴着帽子的男人 一直盯着女警看 随后便假装跑步离开了现场 金发姐发现对方十分可疑 于是悄悄地跟了上去 可一路跟到一处巷子里时 却跟丢了 就在她觉得失望时 那个男人再次出现 将身上的卫衣脱掉丢进了垃圾桶 看来她已经发现这是一个陷阱 金发姐连忙冲了过去 一番搏斗过后 占了上风的金发姐继续动手 好在艾瑞特来得及时将她拦了下来 最终经过所有受害者的辩认 确定那个男人就是卢克 同时也是性侵他们的凶手 可即便这样 卢克依然不愿意认罪 对于家里的性侵表格 卢克却解释 那是在做一个关于激素的实验 之所以和那些受害人被性侵的日期吻合 那都是巧合而已 同时她清楚警方没有确凿的证据 所以有恃无恐地说 果然 第二天庭审时出了意外 原本答应出庭作证的吉娜 迟迟没有出现 电话怎么也打不通 于是几人连忙赶往吉娜的公寓 却发现吉娜躺在自家的浴缸里 隔腕自杀了 现在唯一愿意出庭的证人都没有 按现有的证据 根本拿卢克没有任何办法 这时艾瑞特想起了怀孕的梅根 只要能证明她肚子里的孩子是卢克的 那么就能将她送进监狱 而这却激怒了梅根的丈夫 眼看对方不愿意配合 检察官只好采取强制措施 却被对方律师举报 被顶投上司叫停 最后没有办法的金发姐 单独找到了梅根 最终梅根同意进行检查 梅根的丈夫气冲冲地赶来 指责金发姐不该这样做 看着从病房出来的妻子 她说 最终经过比对 确定梅根肚子里的孩子就是卢克的 得知自己有了孩子 卢克最终承认了罪行 并打算行使亲生父亲的权利 想要夺回孩子的抚养权 而这更是坐实了她犯罪事实 艾瑞特找到梅根的丈夫 告诉她 她的妻子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并拯救了很多人 可对方只问了她一句 他刚准备取款 一个黑影突然出现在她身后 凶手的律师却提出一个条件 那就是必须要当初抓获凶手的女警 奥利维亚出庭作证 可此时的奥利维亚已经不是警察 而是合一匪徒 出现在一家木材厂门口进行着环保抗议 此时治安局的人出现想要驱散他们 随即治安局的人动手 等她再次醒来时 已经被靠在医院的病床上 和她一起的还有一名一起抗议的女孩 而这个女孩却告诉她 她在婚离时 一直在喊一个男人的名字 这让奥利维亚心中一惊 而此时的警局里 检察官正追着队长老白 询问奥利维亚的下落 可老白却说她也不知道对方在哪 只知道当初她是被联邦调查局带走的 很快一名警官来到医院 以袭警的罪名将奥利维亚 带到了当初打晕她的警察面前 奥利维亚不断解释她是被殴打的对象 根本没有动手 可警察就是不听 反而对其拍照录入指纹 打算将其送进监狱 眼看自己就要被冤枉入狱 奥利维亚当即提出要申请律师 最终在律师的操作之下 奥利维亚被当场释放 可才出门 光头队长却找了过来 她拿出一叠文件询问奥利维亚 是否认识照片上的男人 对方叫卡尔 上周奥利维亚所在的组织 去她的制药公司门前抗议过后 第二天这个卡尔的尸体 就出现在一条被她的公司污染的河里 光头队长怀疑 是奥利维亚所属的组织成员 杀害了她 可奥利维亚却说 他们过去抗议是因为 这家公司产生的废水 已经严重污染了自然环境 虽然他们反对污染环境 但并不会杀人 同时她看了一眼卡尔的尸体照片 告诉光头队长 这并不是一起简单的凶杀案 而是一起性侵凶杀案 与此同时 检察官也来到联邦调查局 经过一番沟通后 调查局官员终于说出了 和奥利维亚接头的特工 地球卫视的人做的 可街头人却告诉她 这起案件她不需要管 而是让她回去继续卧底 可奥利维亚根本不信 当地警局的能力 于是她偷偷利用公用电话 联系了图图 让她帮忙查询卡尔的信息 发现对方并没有犯罪记录 就在她想要和艾瑞特通话时 组织的头领剔骨 突然出现在她身后 吓得她连忙挂断了电话 跟头领一起过来的女人 说她一定在和艾瑞特通电话 因为就是她昨晚 和奥利维亚一个病房 奥利维亚连忙解释 谎称艾瑞特只是她的一个辩护人 这才蒙混过去 为了查清楚杀害卡尔的凶手 奥利维亚来到卡尔工作的地方 以记者的身份询问起卡尔的事情 同时说卡尔工作十分认真负责 而且还十分孝顺自己的母亲 可当奥利维亚赶到卡尔母亲家里时 发现之前殴打她的警察 居然出现在这里 她十分奇怪一个环保示威者 为什么要伪装成报社记者 来卡尔母亲这里 眼看奥利维亚不愿多说 于是警告她 可到了夜晚 奥利维亚却偷偷来到卡尔家里 她想要看看有什么线索 却突然发现房间里有动静 她连忙冲了进去 才发现对方居然是卡尔的前妻 而她来这里的目的 居然是来销毁证据 难道就是她杀了卡尔 可是为什么呢 这时奥利维亚突然发现 旁边的袋子里 居然装着一些孩子的录像袋 刚要询问 没想到前妻却哭着告诉她 得知奥利维亚不是警察 前妻十分惊慌 连忙拿起床上的东西慌忙离开 得知事情部分真相的奥利维亚 再次和街头人碰头 并告诉她 卡尔的死和组织成员没有关系 而是其他人做的 可街头人却拿出一份资料 而其中居然有一封组织 给卡尔的威胁信 上面写着已经知道 她的真实住址 想要去干掉她 这就让奥利维亚无语了 而此时开头强奸案的 受害人切尔西 再次找到检察官 如果奥利维亚再不出现 那么凶手将会被无罪释放 如果最终是这个结果 她将自杀 而此时离最终的审理时间只有三天 此时老黄赶了过来 检察官连忙向她求助 可老黄却说自己只能试试看 而另一边的奥利维亚 再次找打了卡尔的前妻 想要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 可前妻却已在强调卡尔已经死了 这件事不能曝光 否则她的女儿将会是唯一的受害者 可奥利维亚却认为 卡尔不可能只迫害了她的女儿 一定还有其他受害者 这是前妻才告诉她 当年卡尔侵害的还有一个临时保姆 而当时对方才12岁 可当奥利维亚找到对方时 保姆却说并不觉得被卡尔侵犯 这么多年过去 他已经毫不在意了 同时他也告诉奥利维亚 卡尔在自家车库里挖了一个地下室 专门用来侵害未成年少女 于是奥利维亚再次来到卡尔家里 果然发现了那个地下室 奥利维亚果断联系了光头队长 经过勘查 发现这个地下室 才是卡尔被杀的第一案发现场 可凶手是谁呢 奥利维亚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 提供了大量的调查意见 怀疑应该是8年中 另一位受害者 因为反抗强奸捅死了卡尔 可光头队长却认为他在装X 于是让他赶快离开 并保证不会起诉奥利维亚 可第二天他就发现 自己的街头人居然和光头队长一起 就卡尔的案件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已经查明杀害卡尔的凶手 暂时还没发现第二个受害者布里克尼 警方会扩大搜索范围 FBL判断他大概率还活着 就在他疑惑之时 奥利维亚却再次被逮捕 这让他十分无语 没想到街头人和光头队长一起进来 直接解除了他的卧底身份 因为街头人觉得他一直在捣乱 所以不需要他再继续卧底 同时送给了他一张回家的机票 可奥利维亚并不想现在立刻 想要一起去调查这起案件 就在这时 街头人接到消息 有人发现了布里克尼的下落 随后两人立即赶了过去 街头人打算对整个城市进行地毯式搜索 可奥利维亚却从卷宗里发现一个线索 布里克尼有个朋友曾经透露 他有一个秘密基地 就在房子后门的树林里 随即两人便摸了过去 果然在里面找到了布里克尼 因为长时间没有接触人 对方显得异常害怕 他虽然还记得父母 但是因为太羞愧了 并不好意思去找他们 两人将布里克尼带回警局 在食物的安抚下 布里克尼叙说了整个过程 但奇怪的是 布里克尼并不觉得卡尔强奸了他 并拒绝说卡尔对他做过的事情 在奥利维亚的劝说下 布里克尼说出了一个秘密 完成布里克尼的案件后 街头人才告诉奥利维亚 几天前他收到了FBL总部的传讯 一个叫胡安的探员正在找他 奥利维亚立马分辨出 这是老黄的名字的拼音 于是连忙赶往纽约法院 最终在切尔西案件撤销前 赶到了庭审现场 一群富二代在海边 发现一具女孩的尸体 通过法医的鉴定 发现死者只有14岁 而且被人先奸后杀 已经死了最少两个月了 因为天气寒冷才没有腐烂 就在这时 法医发现死者腰部有一个狗爪图案 连忙将艾瑞特叫回警局 原来这个女孩 是这六个月里拥有这个图案 同时被奸杀的第三个受害者 但因为另外两起案件在其他地方 所以艾瑞特不知情 而且这三起案件出了狗爪图案外 还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三名死者 都是被人活生生打断了全身的骨头 看来这个狗爪图案就是催命符 因为三名死者都查不到身份信息 所以警方打算从那个纹身开始调查 果然在走访一些纹身室后 一名刚出狱的纹身室认出了几人 这三名死者 居然都是同一所学校的学生 而且都是同时在他这里纹的狗爪 可当根据线索去他们家里调查时 却发现 这三个孩子都是被人领养后再次抛弃 并都被送进了一所叫布罗德的女子福利院 而根据福利院的院长所说 这几个孩子都十分调皮 其中一个叫万娜的女孩 刚来这里几个星期就跑了 而根据福利院其他女孩所说 她是跟一个叫维克托的男人跑了 听说是万娜的男友 但其实就是一个拉皮条的皮条客 金发姐怀疑 这三名死者都是有同样的遭遇 很有可能被逼卖身 而被嫖客杀死 于是两人当即来到未成年女孩的聚集地 居然在这里发现了一个老熟人 正是开头遇到的那个女孩 这让金发姐无法相信 于是连忙冲了过去 而就在搜身时 她突然发现这个叫贝琳达女孩的后妖处 赫然纹着一个狗爪纹身 经过她的辨认 那三名死者和她居然是姐妹关系 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男友 就是那个47岁的维克托 但在她的印象中 她的三个姐妹 很早以前就被一个名叫布莱克的富豪收养 怎么可能死在外面 听她的语气十分羡慕几人 因为当初她也参加了竞选 但没有被选中 随即警方开始调查这个布莱克 却发现她已经消失很久了 于是他们查询对方的信用卡消费记录 发现这个布莱克在两个小时前 居然在一家旅馆开了一个房间 艾瑞特和金发姐当机赶过去 却发现和她开房的女孩已经19岁 并不是两人想象的未成年 随即艾瑞特拿出了三个女孩的照片 让她辨认 没想到布莱克承认自己和他们发生了关系 但并没有伤害他们 而当看到几人的尸体照片时 布莱克立马吐了出来 并告诉他们一个消息 看来这个布莱克不是凶手 而那个维克托却有重大嫌疑 最终在金发姐的细致沟通之下 贝琳达说出了维克托的藏身之所 可当他们赶到时 只看到一个中年妇女在家 而且十分急迫地想要把他们走 艾瑞特察觉到不对劲 一把将她推到一边 直接掀开了沙发 果然发现躲起来的维克托 可当她来到警局面对杀人的指控时 不但否认杀人 并道貌黯然地宣称 自己从不会逼迫任何女孩 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情 他们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爱 同时十分炫耀地举起自己的右手 说自己曾经练过拳击 这只手就是黄金右手 眼看她如此嚣张 艾瑞特告诉她 可她却依然无动于衷 现在唯一的证人 就是那个被抓住的小女孩 当金发姐想要她出面指证维克托时 贝琳达说 旁边的修女提出一个方案 提出让贝琳达和她一起住 这让她十分犹豫 这是金发姐让她拿出姐妹的照片 并讲述了她们受到的伤害 告诉她 如果她回去 最终的下场也将会和她的姐妹一样 被维克托打死 然后像垃圾一样丢弃 这让贝琳达感到害怕 最终签署了证人协议 于是第二天提审时 维克托被判交付50万美金 才准许保释 否则将会关进监狱等待庭审 维克托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 只能被羁押 这也让警方有了足够的时间去收集证据 可就在当天晚上 艾瑞特接到电话 修女被人袭击进了医院 而贝琳达也消失不见 艾瑞特和金发姐赶到医院 队长老白怀疑 是贝琳达伙同外人动手袭击了修女 于是开始全程搜捕 这时醒来的修女告诉他们 袭击她的不是贝琳达 而是一个男人 她拼命阻止 贝琳达却依然被抢走 经过对男人外貌的描述 艾瑞特察觉对方就是维克托 可维克托明明还处于关押中 于是两人连忙赶到监狱 却发现本该被羁押的维克托 已经被一个黑人男孩顶替 男孩告诉他们 维克托让他出狱后去老地方等他 答应给他一大笔钱 可当两人赶到地点时 却发现只有之前的女人在家里 维克托并不在 在两人逼问之下 女人说出了维克托的藏身地点 很快两人摸了过去 却被对方发现 维克托将贝琳达荡成了人质 让艾瑞特和金发姐不敢轻举妄动 眼看几人逃跑 两人连忙追了上去 却发现逃跑过程中 贝琳达有意无意地 护在维克托的身前 贝琳达摔了一跤 不小心将维克托手中的枪给弄丢 发现艾瑞特等人追了过来 两人连忙躲进了旁边的物流仓库中 最终他们被逼到二楼 眼看无法逃脱 维克托直接将贝琳达堆了走 金发姐连忙追了出去 爬到车上的维克托 发现金发姐跟了过来 于是直接朝她撞了过去 小情侣正在野外清热 一条狗突然冲了过来 两人顿时吓得一哆嗦 可狗并没有发动攻击 而是带着两人朝外走去 突然看到不远处 一个男人逃离现场 而旁边草丛里传来一响 很快警方赶到现场 发现死者看上去浑身是伤 但却都不致命 而且身上也没有被性侵的痕迹 法医初步怀疑是死于心脏病突发 可等他进行解剖后发现 自己判断错误 居然无法确定真正的死因 因为死者不但没有心脏病 而且身体十分健康 身上也没有找到针孔 所以也不是死于吸毒过量 艾瑞特怀疑 是不是吃了什么东西 导致过敏死亡 可法医却说 死者是一名模特位里只有咖啡 这时艾瑞特突然想起 当时在现场 除了一张写有丹尼这个名字的信用卡外 还有一张咖啡店的小票 看来死者死前就在那里喝过咖啡 于是艾瑞特调取了咖啡店的监控 发现死者来喝咖啡时 有一名流浪汉一直盯着他 随后更是跟着死者离开 形迹十分可疑 可店员却说 这个流浪汉是个好人 平常就在店里取暖 每次丹尼来时 会请他喝杯咖啡 可现在没有别的线索 死亡原因也没有找到 而最后见过死者的只有这名流浪汉了 于是当天晚上 艾瑞特便从一处流浪汉聚集地 找到了那名流浪汉 并从他身上搜到了丹尼的照片 看来他真有可能是凶手 可就在艾瑞特打算询问时 虽然流浪汉被抓住 可面对警方询问他却一句话都不说 这时一名医生告诉艾瑞特 这个流浪汉叫吉娜 因为患有严重的失语症 所以才一句话都不说 而他之所以攻击艾瑞特 是因为极度缺乏安全感 但他现在是整个案件唯一的突破口 所以必须想办法和他进行沟通 好在他只是失去了语言能力 脑子并没有受到影响 于是在两人一番 你比划我来猜的游戏之后 艾瑞特终于确定 流浪汉确实看到了凶手 而且通过他的比划 得知凶手是一名灰白发的男性 胳膊上有伤 之前在那家咖啡店出现过 有了线索 艾瑞特和奥利维亚再次来到咖啡店 打算守住待兔 果然发现了一个符合特征的男人 随即两人将其抓回警局审问 可这个名叫史蒂夫的男人声称 他不可能伤害丹尼 因为丹尼不但是他最亲密的朋友 还救过他的面 真实情况是 案发当天晚上两人相约去喝咖啡 没想到丹尼癫痫病突然发作 而他之所以跑 是想要回去找人帮忙 可艾瑞特却揭穿了他的谎言 因为当天晚上只有一通报警电话 就是开头两个小年轻打的 知道自己已经无法隐瞒 于是史蒂夫才说出实情 原来他当时正打算报警 却看到丹尼的狗带着两个年轻人过来 他判断两人一定会报警 但自己刚刚嗑了药 为了不被警察抓住 所以才慌忙逃离 虽然凶手不是他 但他却提供了一条线索 凶手可能是丹尼的丈夫梅森娜 因为他无意中发现梅森娜出轨 但出轨对象是谁 他并不清楚 这件事他没敢告诉丹尼 因为梅森娜威胁他说出去就弄死他 他怀疑梅森娜杀丹尼的原因 是因为听到他跟对方打电话 说自己马上就自由了 有了这条线索 艾瑞特和奥利维亚 赶到了梅森娜工作的地方 发现妻子死了才一天 他居然一点都不悲伤 还带领着团员在跳舞 这让他的行迹越发可疑 于是被艾瑞特当场带走 可面对警方的审问 梅森娜却大喊冤枉 不但否认杀了妻子 更是否认自己出轨 可因为警方没有任何直接证据 于是梅森娜被律师直接带走 就在警方一筹莫展之际 法医那边终于找到了丹尼的死亡原因 居然是死于一种 被美国禁用的化学药 寄敌是寄 而且这种毒药不需要吃 只要接触到皮肤 就可以让人毒发身亡 之前之所以没有发现 是被淤伤掩盖的伤痕 因为这种毒药 会诱发非常激烈的癫痫 而且起效快速 可以判断是在丹尼死前 30分钟之内被人下毒 于是警方再次查看了 咖啡店的监控 发现丹尼在进入咖啡馆之前 就已经被人下毒 而这个时间他一直待在家中 加上之前史蒂夫说的 发现梅森娜外面有情况 看来她的丈夫梅森娜 有重大嫌疑 这时马奇也带来了财务报告 发现丹尼的收入上千万 梅森娜的工作室 却连工资都开不出 警方判断 梅森娜是为了丹尼的巨额遗产 而谋杀了她 随即警方申请了搜查令 对梅森娜公寓进行搜查 可她却依然大喊冤枉 并一再强调自己不会伤害丹尼 这时艾瑞特从垃圾桶里 找到了毒药药品和投毒用的手套 现在人脏病祸 本以为梅森娜会坦白罪行 没想到她却一口咬定 这些东西不是她的 她见都没见过 就在这时一个声音传来 谁也没想到 梅森娜出轨的对象 居然是丹尼的闺蜜纳奥米 这下梅森娜杀妻的嫌疑更大 两人当即被带回警局审问 面对证据 纳奥米承认了和梅森娜的关系 但却不承认两人一起合谋杀了丹尼 而梅森娜依然坚持说没有杀人 律师也认为警方直接证据不足 哪怕是找到了毒药和投毒工具 这些依然只是间接证据 旁边的检察官却反驳道 妻子死了留下巨额遗产 丈夫出轨妻子的闺蜜 家里发现毒药 这比三个目击证人都有用 可律师却坚称 警方没有在药瓶上检测到梅森娜的指纹 根本无法证明她与案件有直接关系 那些药可能是栽赃陷害 为了证明这些毒药和梅森娜有关 艾瑞特和奥利维亚来到伯土安全部 因为迪士纪的强毒性和便利性 深受恐怖分子的喜爱 所以伯土安全部将其耐入监管范围 只要购买过这个东西 不管是正规渠道还是其他地方 他们这里都会有记录 果然通过系统搜索 很快找到了梅森娜的购买记录 同时警方还找到了 她的收件签名 可面对这些证据 梅森娜依然不认账 就在检察官想着怎么让她开口时 一个男人去赶到警局 而她正是纳奥米的丈夫格伦 得知妻子和她老板有一腿 格伦怒不可遏 两人在警局大吵离家 结果等格伦刚离开 纳奥米突然倒在地上 艾瑞特怀疑她和丹妮一样被人投赌 可医生检查后告诉他们 纳奥米患有一种轻视肝脏的遗传病 但真正晕倒的原因 是有人在她肩膀里 安装了一枚定位芯片 导致伤口感染 从而诱发肝病的发作 这就有意思了 有谁会用这种方式 去追踪一个人的踪迹呢 警方当即询问了清醒后的奥米 可她却对此毫无印象 说明安装定位芯片时 她本人处于无意识的状态 而能在这种情况下接触她的 只有两个人 那就是她的丈夫格伦和老板梅森娜 可梅森娜完全没这个必要 那就只剩格伦了 艾瑞特怀疑 格伦其实早就知道妻子出轨 加上她本身的工作性质 不但精通电脑还能轻易拿到毒药 很有可能 是她怀愤在心 于是想办法杀了丹妮 然后嫁祸给梅森娜进行报复 可面对警方的审问 格伦却嚣张地表示 警方根本不懂芯片 所以不可能找到证据 没想到技术科通过对她家的搜查 很快找到了家里的识别器 以及装载公寓门口的一号接收器 和装载梅森娜舞蹈工作室门口的二号接收器 而通过对时间的把控 以及对妻子行动轨迹的追踪 足以证明她知道妻子的所有事情 并有充分的理由怀疑 就是她杀了丹妮 但警方依然没有直接证据 就在这时 格伦突然发现妻子因为肝病复发 住进了重症监护室 为了能见妻子一面 格伦承认了三周前 给妻子安装定位芯片的事情 可纳奥米得知这一情况后 开始对着丈夫破口大骂 没想到家中病情 突然晕了过去 医生连忙冲进来进行抢救 奥利维亚抓住机会 逼迫格伦说出实情 眼前妻子命悬一线 格伦最终承认 因为发现妻子出轨 而杀了丹妮 就在奥利维亚和艾瑞 打算逮捕她时 梅森娜却赶了过来 这让格伦不淡定了 就在这时 老白告诉他们 纳奥米快要不行了 如果不尽快进行肝移植手术 最多还能活48小时 而现在最快的肝源匹配对象 正是她的丈夫格伦 可检察官却说 因为格伦现在已经被逮捕 已经失去了捐献资格 如果过不是两人的逼供 她在接受审判前 都能进行捐赠 除非承教署署长能给她豁免权 为了补救 奥利维亚当即赶往承教署 哀求署长同意豁免 署长却很坚决地拒绝了 因为曾经就发生过类似的案子 犯人一到医院就逃跑了 奥利维亚一再承诺会全程监视 并说这是在救人 最终署长同意手术 独居女人正在洗澡 一道黑影却悄悄出现 奇怪的是 女人直到三天后才报警 而且当警方问起凶手样貌时 她却说自己什么都不记得 只知道对方是突然闯进来的 可进行现场勘察后 却发现门窗并没有被破坏的痕迹 而要是只有她和十岁的女儿泰莎有 可就当警方打算去找泰莎时 女人却突然来到警局 撤销了案件 这下让艾瑞特等人有点猛了 就在她打算离开时 突然遇到一个男人 没想到两人一见面便吵了起来 看来这个男人就是袭击瓦莱利的凶手 可哪怕知道了凶手 警方依然无法逮捕那个男人 因为当事人已经撤案了 这让艾瑞特等人心里十分不爽 于是检察官出了一个主意 随后艾瑞特等人 便以欺骗警察罪将瓦莱利逮捕 同时警告她 如果不说出真相 并重新提起诉讼 那么她的欺骗罪将会被坐实 而她的女儿 将会在她进监狱时被送走 这才让瓦莱利改变主意 原来当天晚上性侵她的 正是她的前夫 因为经常被家暴 她不得不选择离婚 并不断地搬家 以躲避前夫的骚扰 可每次前夫都能准确找到她 于是忍无可忍的瓦莱利 向法院申请了限制令 禁止前夫见她和女儿 而这个限制令 只有几天就要过期了 所以前夫不知道 从哪里获得她们新的地址 从而找了过来 可惜这一切都是瓦莱利的片面之词 要逮捕她前夫还需要证据 但为了母女的安全 警方打算找法官延长禁止令 没想到民事法官得知情况后 却直接拒绝了警方的要求 而原因 瓦莱利的女儿泰莎 让她说出父母之间的真实情况 可还没说上两句 瓦莱利却突然赶了过来 以警方非法询问未成年人为由 将他们全部赶走 这顿时让艾瑞特等人更加怀疑 可奥利维亚依然站在瓦莱利这边 不管怎么说 她都是被性侵的受害者 但为了搞清楚情况 警方将瓦莱利的前夫请到警局 没想到对方直接承认喝酒喝喝药药 但否定家暴和性侵瓦莱利 如果他们不信 可以去问女儿泰莎 这次有了父亲的许可 被带回警局的泰莎也证实 两人经常吵架 但父亲从没打过她和妈妈 哪怕是在生气 也最多是砸墙或者砸东西 同时艾瑞特询问瓦莱利的邻居 居然得知案发当晚 并没有看到前夫进去 反倒是瓦莱利的律师男友一直在 难道真的是瓦莱利在说谎 可就在艾瑞特打算找这个男友时 瓦莱利出事了 他居然在大街上被烧成重伤 能不能活过今晚要看运气 而放火的人 正是他的前夫 是前夫将汽油浇在他身上 然后点火 而他这样做的目的 居然只是想要带走女儿 随后瓦莱利被烧伤的照片 被路人传到网络上引起恐慌 纷纷要求严惩凶手 而根据警方的追查 发现前夫挟持着女儿泰莎 来到了中央公园 警方随即包围了现场 艾瑞特过去和他谈判 想要他放开自己的女儿 没想到的是 居然不是他挟持了女儿 而是女儿不愿意离开他 但眼看被警方包围 前夫只好狠心推开女儿 随即拿刀冲向艾瑞特 好在艾瑞特用的只是橡胶子弹 前夫并没有大碍 随后警方对他的房子进行搜查 发现一个车用定位器的说明书 随后在瓦莱利的车上 果然找到了定位器 而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瓦莱利每次搬家 前夫都能准确找到 而被捕的前夫 也说出了这样做的原因 原来他发现妻子和自己律师关系暧昧 于是找对方询问 没想到妻子不但和他离婚 拿走了他所有财产 还在律师男友的帮助下 夺取了女儿的抚养权 同时还申请了保护令 导致他见不到女儿 甚至最近他还想和他男友一起 带着女儿出国 让他以后都无法见到女儿 这才让他怒火中烧 于是才放火烧了对方 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孩子 第二天奥利维亚来医院看望瓦莱利 发现他居然顽强地活了下来 奥利维亚将前夫被逮捕 女儿被送到外婆家的消息告诉了他 没想到瓦莱利却告诉了他 两人一脸无语地走出手术室 听着瓦莱利痛苦地采叫 此时他和前夫到底是谁在撒谎 结果已经不再重要 但这个后果 却已经被夫妻二人吃下 只是苦了孩子